今天面對的關鍵人物 正是2014大選 全臺灣最矚目的關鍵參選人 臺中市長胡志強 市長我們再繼續來談 就是您第一次跟第二次選舉 其實都贏得很漂亮 高票當選 但是這一任 其實是三萬票 但是大家認為是比較辛苦一點 有點險勝的味道 但是您一直講說 希望把臺中這塊田 要跟得很漂亮 所以接下來希望民眾 所有的臺中選民們 都能夠注意到您的政績 但是我們也看看 就是無論是天下雜誌 這個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或者是警政署去年 這個縣市治安滿意度調查 結果民眾給出的數字 卻跟您認為做了那麼多的事情 有一點落差 原因出在哪裡呢 原因出在 我們常常以民眾的感受為重點 譬如說無感政治 不管你怎麼做 然後我們也常常忽略了客觀的數據 我講的 譬如說公車超過一億人 可是你去調查的時候 他可能對於公車沒有寫他最滿意 你懂嗎 或者是說他要捷運 對 我們已經在蓋捷運了 那但是塞車是為什麼正在蓋捷運 和連台北都沒有BRT 就是BARS捷運 最近媒體上一直有報導 說台北應該也走BRT的一條路 但是我畫出來就是說 我們最近就治安好了 你一定不曉得 不管我們怎麼宣傳 大家都不會注意這個消息 台中市的治安 對 台中市的治安 三年以來 合併以來 是五都第一名 或者第二名 大概有八項指標 什麼竊盜啦 凶殺啦 詐欺啦 什麼各種分開來 竊盜還分汽車和機車分開來 但是這八項指標當中 台中有兩項第一 五都當中 五項第二 一項第三 排這個四五的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治安有沒有改善 民眾有沒有感到安全 我一直覺得應該有一個治安中 像債務中一樣 老實講 指問滿意度也可以 但是應該把破案度啊 發生案件的數字啊 自己比來比去進步退步啊 好好的整理一個 你像債務中 國債中 全國每一個人負債二十三萬 清清楚楚 我很希望警察大學啦 或者是研究治安的學者 研究一個比較客觀的治安中 也就是您剛剛提到的 為什麼民調 或者是說所謂施政滿意度 跟您的施政的用力的方向 其實會有落差 可能是在於民眾 還沒有這種所謂的有感 他不能夠深切的感受到 可能那個數字還要呈現吧 現在雖然還在 可能要面臨這個黨內出選的階段 就是還在喬當中 不過您竟然 一定會有出選的 一定會出選 看起來是已經喬不下來的樣子 那麼既然您已經宣布要努力 全力的來參選連任 就是等於像是就是開打了嘛 所以在前幾天呢 您有一段話是說 您提到說如果 年底台中市長讓民進黨當選的話 藍軍的氣勢就會沒了 那麼總統讓別人當選的話 台灣沒了 中華民國也沒了 兩岸的和平發展也沒了 您也特別強調這不是違言聳提呢 可是您這個話一出來 馬上就被批評說 您是在操弄意識形態 激化藍綠對立 台中這一帳輸了 總統大選可能也有變化 對不對 那如果總統大選造成的結果 譬如說 四小龍沒有了 最近今天會在講 叫做國發部吧 國發會 國發會 國發會在講 四小龍沒有了 請問如果我們還成立在當年的 經濟富足的 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的 四小龍狀況下 將來沒有了 甚至於現在有很多人在講 台灣會變成下一個菲律賓了 那時候的中華民國的繁榮也沒有了 是不是呢 對不對 真的是危言聳聽嗎 真的是激化對立嗎 不如說我在憂心 所以提醒啊 我們剛才提到林佳龍 民進黨現在決心提名他參選 換句話說 他就是您最大的對手 假如我通過初選的話 是 他的民調數字 其實顯示看起來 大家很多都說 哇他真的深耕台中10年 他所謂的深耕 您怎麼看他的深耕 可能是像您先前提過送包子啦 送水啦 還有在這個林前服務等等 您看他的深耕怎麼看 當然我比較不能接受的是 這10年以來 或者說這3年以來 就是林委員當委員以來 那現在就講 第一 什麼都沒有做 台中什麼都沒有做 也不一定他講 至少他的陣營啊 支持他的人都這樣講 漸漸又不講這個話了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 只要我們肯定的 或者舉出來的建設 他都說他有幫忙 那你一方面講 什麼都沒做 一方面講 但是有做的我都有幫忙 那請問到底有沒有建設啊 就是過去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還沒有做完 未盡之夢 希望在接下來這一任 能夠繼續把它完成 而且您有決心 一定可以完成的 我覺得應該講 過去3年 沒有做完的 因為 到今年4年 所以你不能把老台中 跟新台中拿在一起比 這樣就是等於幫我的對手 宣傳 所以 過去3年沒有做完 甚至於4年任期完了 還沒有做完的 有相當多的 譬如說高美師弟的建設 我投進10億 高美師弟在我們縣市沒有合併以前 要買一個監視器 20萬台幣 都要跟中央申請 中央都沒有補助啊 那我一上任馬上裝 我上任的第一天下午就到高美師弟 我要把高美師弟建設成為 國際性的一個生態保育的勝地 我希望 路客來台觀光 下了飛機 直奔高美師弟看看夕陽 看看風景看看生態 當然我不是要跟101去搶 或故宮去搶 但這個也是非常值得看的 以大陸而言 也是難得看到的一個美帝 然後我在山區要做攬車 現在正在規劃 那但是大概下一任就會發包 然後我台中已經做了一個環線 你信不信台灣沒有一個都市有環線 你如果去過美國或歐洲 美國每一個城市都有環線 大城市啊 小的大概沒有 那個環線 美國人叫Beltway 皮帶嘛 圍在腰上Beltway 歐洲人叫Ring Road 圓環路 那台灣沒有 所以在太平 大理 就是台中東側的居民 他要到海線 他要穿過中港路或中青路 行程交通負擔 現在我整個環線35分鐘 600億做完了 是我三年以前選院俠市的證件 很少這麼快做好的 那我也很炸 因為我提出這個證件以後 碰到馬英九 開始選總統 我就拜託馬英九列入他的證件 那我的證件是我的300億 他的300億一來三年做好 現在全台灣唯一一條 我記憶沒有錯 我如果講錯跟別的城市道歉 第一條環狀道路已經有了 那另外呢我還要做 這個我預備叫做台中環線中環 不是香港 中環 另外還有一條叫做大環 中環有一個大環 那他是直接通道清水沙路到海邊 北到楓原大甲那一帶 這是大環 那有這兩個環線 你知道北京 好像北京有五六個環線吧 那我覺得對台中市的貢獻 未來四年應該做得完 剛才提到市長談了很多台中夢 因為市長現在真的選戰 已經再度開拔了 但是其實一路走來 家人才是最辛苦的 所以稍後我們要回來 請胡市長談一談這個 最甜蜜的情感 他說爸爸我如果可以 一個人度過這場面 我就可以度過這場面 我稱讚他 我說女兒我為你驕傲 你處理得很好 而且你都沒有口信惡意 家庭的需要也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地方 然後不可能從來一遍你知道嗎